在我国中毕业的时候 因为父母亲他们的心愿 就是希望我就是可以像我堂姐一样 然后来从事护理这个工作 那当时因为其实年纪很小 不知道临床的护理工作是怎么的样子 那是直到就是在护校的实习过程当中 直到老师的指导 然后才让我对护理是要为病人做什么事情 有比较深刻的印象这样子 那其实护理它是一个蛮高尚的行业 然后是一个帮助病人的工作 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在严格的训练之下 然后才能在目前的临床工作走得很顺利这样子 他投密车自费投密车跟马会都好了 现在只缺跟警察室里在实际同位置 丁部长有跟你说下个礼拜要帮你手术 那我们手术之前我们也会先请你做一些手术前的准备 需要购买的话就是可能婴儿子胶 然后还有就是束腹带张纸 对 对 乖乖老早 我给你看一看 你叫什么名字 什么 梅惠学姐在这个我类似她的五年当中 我看到他是一个非常尽责 又非常认真的一个护理师 那在那个护理人员呢 心静的学妹里面 那学妹也学习到很多 对于护理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 那个伦理的传承 认识美惠护理师已经非常多年 在这么多年的合作关系下 发现他具有护理人员认真负责的特质 对工作热忱也呈现不断电的情形 对心静的学妹的提息与爱护 更是不予力 在同才之间 他秉持着包容跟分享的理念 一起为这个工作奋斗 SARS的时候是民国92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是在胸腔内科 SARS病人往生的时候 我们必须做非常严格的 中期消毒的过程 病人的家属是没有办法在旁边陪伴 所以层层的丝带都是由我们护理人员 然后协助病人 走完人生最后一礼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